姜汤灌肠治愈痔疮案例 王女士患内外治二十多年 仅四年发作频繁 用药无效 有强烈不适感 痛时无法入睡 无法走路 初期按推 见追 温敷 抹姜膏 但无效果 用姜膏后患处很痛 特别是内治 出血块 温敷二十天后 治和略有变小 其他均无变化 痛感依然强烈 2018年6月 张医师提出灌肠理念 我便开始用灌肠 第一次用50克的干姜片熬煮的 第三遍姜汤100毫升 第二次200毫升 结果两次收效甚微 第三次改用第一遍的姜汤600毫升 灌完后平躺 两腿抬起 逆时针按推肚子 不让姜水排出 大约坚持一个小时 排便感觉即可消失 第三次使用酵浓姜汤后 内外治再无不适 并且治和变得很小 不再受痔疮困扰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